居民负担的角度出发 各方决定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将提及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问题 此外新政府重新审视日本自卫队同驻日美军整编和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也将被写入协议 在各项问题达成一致后 当天下午五点半三党举行党首会谈 会谈确认了协议内容并正式决定组建联合政府 我们来看一下日美地位协定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以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 于1960年签署 它在确定驻日美军和军属需要尊重日本法律义务的同时 又允许美军享有一定的特权 其中第十七条特别规定 美军军人以及军属引发刑事案件时 在检察机关起诉之后方可交出嫌疑犯 近年来驻日美军与冲绳民众以及当地司法部门摩擦不断 当地民众要求美军从冲绳岛完全撤出 再来把视线转向黎巴嫩 黎巴嫩未来阵线领导人萨阿德·哈里里 今年6月出任总理之后 因不同派别在部长席位分配问题上讨价还价 新内阁一直没有组成 7号哈里里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新内阁成员名单 希望结束两个多月的阻隔危机 然而这份名单在提交当晚就遭到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 黎巴嫩反对派向总统苏莱曼表达了他们对新内阁成员名单的不满 反对派认为总理哈里里提交的这份名单将是阻隔的矛盾进一步计划 黎巴嫩反对派认为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是在没有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情况下 擅自做出决定的 这不仅不能够解决当前组建新政府所面临的危机 而且还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反对派将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哈里里的这一批 简言之反对派在看到他所希望的名单前是不会罢休的 另一方面在黎巴嫩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的以未来阵线为首的314力量 则支持内阁总理提交的这份名单并认为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和义务 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哈里里提交的新内阁成员名单成了摆在苏莱曼总统面前的一道难题 苏莱曼总统曾经强调他不接受几大基本派别为达成一致的政府 而与此同时一些人担心这次危机将是政府和国家危机的开始 苏莱曼总统批准这份名单之后决定是否签字 如果总统批准哈里里的提名 黎巴嫩可能会面临新的